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夫 直认 香港公营房屋严重短缺 不少基层市民住在劏房、板间房、格仔房 甚至棺材房 生活空间击逼、卫生环境恶劣 至于沦后公屋就等到颈都长 据房屋署日前公布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3月底 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后时间大约5.7年 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后时间大约3.8年 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后时间差不多接近6年 如果是非长者一人申请 更加是上楼难 难于上青天 相信不少单身人士都有同感 事关申请公屋的话 非长者的单身人士 需按配额及计分制 即是说必须累积到一定的分数 才可以进行资格审查和分配上楼 根据房委会网站资料显示 截至今年6月 非长者一人申请者 要有438分才获得安排详细资格审查 当中由黑发等到变白发 不是开玩笑的 有劏房户向东夫申诉 他说自己年纪轻轻时申请公屋 等了超过22年仍未能上楼 轮后公屋期间 他经历了结婚、离婚、分户 令祖家庭再分的不同人生阶段 到现在仍然是一屋难求 年近半百的他 只希望和太太、女女可以尽快上楼 究竟为何等了这么多一年 他都迟迟未能等到安乐窩呢? 事不宜迟,立即东夫 各界即应 今年49岁 从事建造业的謝先生 月入1万6千港元 2023年 接着在内地生活的太太和女儿来香港居住 现在一家三口 住在旺角一间150尺的劏房单位 虽然居住环境迫劫 但与之前租住的床位套房相比 謝先生已经觉得好了不少 我以前住的床位套房 大概300尺 300-400尺左右 住了15户人 那里的环境比较小 生活各样各样就很不方便 活动空间我们只有床位 小朋友以前做功课就是要坐在地上 跟着拿张板凳桌 就去做功课 他都维持了差不多有半年 小朋友在油麻地上学 太太由于要照顾个女儿 一家三口 只能依靠謝先生微薄的工资支撑生活 謝先生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可以尽快排到 轮候超过22年的公屋 减轻造金负担 从一开始申请到现在 超过22年 你有没有考虑过申请过渡程度 考虑过 亦申请过 但是交通不方便 因为跨区再跨区 去了新界区 刚刚女儿一开学 就满了三个月 几四个月就给了个地方是大埔的 那里搭车我们实在太不方便 交通远了 交通费多了 屋租就差不多 我会开支再大了 因为我现在平时租的屋 的开支是我人工的三分一 轮候供屋22年 謝先生经历离婚 婚户 再婚 又经历过疫情封冠 正留在广东珠海生活接近两年 期间他不单止错过房住寄给他的信 自己多年的积蓄也差不多用了 到2021年 謝先生回来香港 经朋友介绍找到现在的工作 才得到比较稳定的收入 现在还有一个很辛苦的过渡期 在回来的时间里 我要重新加插回我新组织的家庭 一家三口 加回去 当中里面的小客户就是 房署会不断地 在六个月里面 就不寄同一封信过来 就是问一个七岁的小朋友 有什么收入 他做什么工 有些觉得很搞笑 我试过亲自打电话去房屋署 房屋署的职员第一句答我 你现在这个年纪啊 你多排二十年吧 但我在洛富的办事主听到的时间 他们跟那些南亚裔人士说 你是要排多三年 他排是排几年内 我们香港居民就排超过十年 或二十年以上 这个对香港人一点都不公平 那香港人怎么会有心留在香港做事 人人都想安居落叶 但基层市民又做不做到呢 2023年施政报告提到 要精准扶贫 对象包括来自劏房户的 二十一万四千人 看回2021年7月 政府财金官员同样提出过 要共同努力 告别劏房 但同年10月公布的数字 根据以一年中期人口统计 全港约有十万七千个劏房 比起2016年明显增长近17个百分点 其实就会很不舒服 衣服很不舒服 因为我是香港出生的 我从小到大都在香港 以前小时候会看到 有什么龙屋 各样各样 没有想过自己会沦落到 去到那种状况 但到真的自己住在的时间 就自己会一直在问究竟 是真的为了什么呢 好像排队排工都排了这么久 真的为了什么呢 邪先生这个例子 在香港并非罕见 东夫团队就和跟进者先生 个案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了解过 如果是单身是十几二十年是常见的 多人是轮得久 因为单身是比较少单位分配 另外有些家庭就是 可能他单身等一等下 接着他结婚 再加人进去 那又会延长了一个时间 如果加了人进去 无论等了多少年 都是当他等了一年半 让他等了二十年 然后娶了老婆 结婚 加了老婆 他就当他等了一年半 现在其实一般的公屋 都是这几年发展得比较慢 政府上次都说 头轻的厂 即意思 这五六年都会比较少公屋供应 因为之前发展好地少 要到迟些多些好地的时候 才会有多些的公屋供应 根据防委会资料 未满六十岁的单身人士 申请公屋会采取计分制 申请者二零分起步 每年加九分 到六十岁 便会自动转成高龄单身人士 优先配屋计划 而家庭申请不是采用计分制 而是将单人申请时 所累积的轮后时间的一半 转到家庭申请队伍中 以一年半为上限 根据房屋处现时的数据 平均轮后时间为5.7年 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东呼 直营 为元堂野生虫草王 严选一级西藏野生的东虫下草 還加上5種功效蟲草成分 益費補五狀 配方還有助改善避敏徵狀 強費資源為元堂野生蟲草王 繼續東夫 直營 謝先生等上樓等了超過22年 其實在香港地 還有很多劏房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就好像東網早前報道 有52歲單身女士 虎等17年仍未獲政府編排公屋 他近年共搬屋5次 租金越來越貴 免職越來越小 現在住所只有大約70平方呎 最荒謬的是 曾經有房儲職員叫他結婚 就可以快點上樓 他即時精神崩潰 認為政府的政策是帶頭歧視單身人士 所以或者 公屋輪候時間沒有最長只有更長 基層市民對公屋需求不斷增加 但是上樓遙遙無期 房屋問題一天不改市 市民就沒有幸福感可言 然後提供一系列的措施 或者填補這個角度期 雖然是過去那個輪候時間比較長 曾經可能輪候到六年 近年雖然可能縮短了也好 其實五年多都是一個長的時間 我自己都希望政府可以繼續一些措施 例如一些租金援助又好 或者了解一下這些個案要用這麼長的時間 輪候公屋是老大難問題 申請過程更需要花不少時間和精力 例如填表、提交文件等等 就好像謝先生向東夫反映 自己抵交公屋申請表之後 不斷收到房屋處迴信 要求他重新填寫7歲女女的收入 令他爭吵頭 不明一個小女女何來收入 其實根據公共租住房屋申請須之 列明申請者及所有家庭成員 包括未滿18歲而有收入者 郡稅填補所有扣稅前的每月收入 如果沒有任何收入 申報的位置上必須填上帽或零 不可以留空 否則申請表及有關文件 將會被退回而不予以登記 所以或者填寫申請表格時 一定要看清楚相關細質 至於在香港定居的外籍人士 是否更容易上樓呢 房署以電郵回覆東夫說 配額及計分制下的 非獎者一人申請者所得的分數 是按照一系列因素決定 包括申請者年齡 是否公屋居民以及輪候時間 與申請者是否在香港出生 或者種族無關 至於單身劏房戶 輪候公屋遙遙無期的問題 房屋署就提到 過去五年 獲偏配入住公屋的 非獎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年齡為57歲 最年輕獲偏配申請者的年齡 介乎47歲至52歲之間 要緩解房屋問題 長遠來說政府應該加快公屋供應量 或者向基層市民提供更多支援 包括興建過度性房屋 以及簡約公屋多設一人單位 對於霸佔資源的公屋服務 當局更應該重拳打擊 將公屋單位養給有需要的人 今集東呼即應時間差不多 大家有什麼申訴 記得致電我們的爆料熱線 36003600 讓我們第一時間和大家 東呼即應 Bye Bye